你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啊 你們有沒有一些比例原則的觀念啊 民進黨 執政黨所提出來的候選人 趙天林涉及國安事件 他不曉得洩漏了多少機密 害得裡面在這個地方 拍出一個不敢吃掉的議員 在這邊採選 然後用全國媒體的資源 支援他這樣的一個選區 台灣絕對不引起 像這樣執政黨公然的借用司法 介入選舉 有一件事情呢 我非常的憤慨 我以為啊 司法迫害 只會發生在反民進黨的人身上 比方說我 對不對 我反民進黨 這是非常清楚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我曾經寄予厚望 而且曾經一路呢 不敢說出錢出力啦 至少就是說寄予厚望 敲鑼打鼓 這一個政黨 今天可以腐敗墮落到這個程度 那也因為我的覺醒 所以我被清算 這個我認了 那我看到張凱軍 對他追查蔡英文的論文 但他又是民眾黨的 所以呢他被清算 這個也絕對還有脈絡可循 同仲彥 曾經是民進黨的 後來離開了民進黨 又無黨籍的身份 他也被清算 無黨籍被清算呢 看起來也有脈絡可循 但是 有一個人我必須說 沒有他可能就沒有今天的民進黨 就沒有今天的黨外意識 就沒有今天的台灣意識 他就是民視的前董事長郭貝宏 郭貝宏夠綠吧 夠毒吧 在民進黨當中 我想90%的人 要叫他一聲前輩 他對黨外的貢獻 夠大吧 對台灣的黑名單 民主政治的推動 應該算是一號人物吧 連這樣的人 都會被蔡英文的政府 給清算 拿什麼東西來整他呢 現在司法調查他 把他的競選總幹事給收押 為了什麼 為了四五年前 在民視董事長的任內 拿一個已經四五年前 早就已經結案 莫須有的事情 扣在他的頭上 重新啟動司法調查 這件事情 來龍去脈 我們來聽聽郭貝宏 郭董事長 他的記者會 怎麼說的 也許是大家體恤 我作為一個候選人 很辛苦 昨天晚上進到辦公室的時候 才知道 我的後援會總會長 陳乃健先生 被約談 被判定 羈押而且禁見 在這次選舉的結束之前 大概陳乃健先生是 再也沒有辦法 為我做後援 除了這件事以外 我也才後悉 前天調查局進來 侵入我的後援會總會 那你們做這麼重要的動作 到底你們根據的是什麼 你們選擇在這個時機 把我的後援會總會長就這樣抓起來 然後還搜索了我的後援會總會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事情啊 你們有沒有一些比例原則的觀念啊 民進黨 執政黨所提出來的候選人 趙天靈涉及國安事件 他不曉得洩漏了多少機密 害得裡面在這個地方 拍出一個不敢吃掉的議員 在這邊採選 然後用全國媒體的支援 支援他這樣的一個選區 你們卻做出來 把我的後援會總會的這個會長 把他羈押到選舉之後 然後這樣子指控他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說明清楚 我們進選高雄隊第六選區的這個立法委員 在不到十天的這個時間 候選人被正式的起訴 我們的進選總部的總會長 被抓去關到選舉結束 然後我們的地檢署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 天面的一面之詞的在控訴他 我要告訴你 我為陳乃進先生的清白 我為陳乃進的先生 我一定會混鬥到底 台灣絕對不引起 像這樣執政黨公然的借用司法 介入嫌棘 我看到我的老長官郭貝宏 郭董事長 被如此的司法迫害 我心裡不生唏嘘 我不生唏嘘的東西 當然是說一個 曾經跟民進黨的這一些 台面上台面下的政治人物 一起打拼走過台灣民主路的夥伴 今天既然會被民進黨反噬 回頭清算他 更讓我覺得心寒的是 民進黨包括賴清德在內 沒有一個人聲援他 台灣的海外海內的所謂台派也好獨派也好 只有微弱的聲音 連署 沒有任何一個人有具體的動作聲援他 寫寫文章 我大膽的預測 不到一個月 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他就變成另外一個司法迫害的犧牲者 但是 有一群人跟郭貝宏素媚平生 甚至我必須說像張靜 我的律師 他的理念可能跟郭貝宏是南遠北側 今天在法務部的門口 有一群跟郭貝宏素媚平生的人 站出來聲援郭貝宏 不是為了意識形態 不是為了政黨利益 是為了台灣的公平正義 司法改革 今天的記者會是為了 郭貝宏先生 作為一個導火線而召開的 我們 不是為了郭貝宏本人 我們是為了台灣的檢查體系 跟台灣的司法體系 沒有能夠遵守行政中立 而召開這件記者會 民進黨立法委員趙天靈 因為爆發了 桃色案件而宣布退黨 這個高雄市第六選舉區的 立法委員候選人郭貝宏 竟然因為 四年多前的成年舊案 遭到新北地遣署突擊性的起訴 這個案子在四年多前 郭貝宏在民事的時候當董事長被人家告在 新北地遣署 後來 一段時間就被 不起訴處分 告的人不服 向高檢署 申請在意發回序查 發回序查據了解到今天 有兩年多的時間 郭貝宏在這兩年多沒有 沒有去出過一次偵查庭 也根本不知道這個案子有什麼進度 到了 今年的10月26號 郭貝宏被起訴 前兩天 郭貝宏的 後援會總會長陳乃進 被大戰 調查處搜索 扣押 然後呢 檢察官把他升押 還禁見 這一人串啊 這10天來 對郭貝宏的 司法追殺 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法務部所屬的檢察體系 完全喪失了 所謂的行政中立 跟司法體系跟檢察 檢察體系 應該有的公平正義 我們質疑 這是一個政治案件 很簡單嘛 在意發揮以後兩年多 沒有任何動作 檢察官在那邊把案子養著 前年不起訴 去年不起訴 今年上半年不起訴 到這個時候起訴 趙天林退學以後起訴 這樣子的檢察官 不是政治性的辦案是 什麼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邊 召開記者會 要呼籲 法務部長 蔡清祥 你是低我兩屆 我是18級 你是20級的小老弟 你真的不應該 如此的不掌勁 放任你所屬的檢察官 公然以 突刑性的起訴來干涉 來介入選舉 以檢察體系來幫執政黨護航 法務部長蔡清祥 你真的有守行政中立嗎 你們的檢察官有守行政中立嗎 我在這裡鄭重表示 我願意為郭貝宏先生義務辯護 善進一位 在野法朝的社會責任 我所以 會願意幫 還要給郭貝宏辯護 是因為 我張進本人 在這一年多來 遭受 檢察體系的迫害 遭受司法的迫害 已經有兩個案子了 我在去年3月21日 被台東益檢署檢察官 率了三十幾位 鶴槍實彈的警察 來到我的律師事務所 跟我朋友經營的法廊 搜索 扣押 我們的電腦 跟電腦裡面的檔案 電子檔案 然後還把我伸押 雖然後來 因為 檢察官 的傳票機票 都不合法 我被 我申請提審被釋放 但是 陳乃進就沒有這麼運氣 就被收押禁見 那郭貝宏 說 他在後援會 會 這個總會的電腦 是屬於 是屬於 郭貝宏的電腦 也被 扣押 今天 高雄的案子 被告是陳乃進 去扣押 郭貝宏的電腦 跟裡面的檔案 所謂何來 我去年在 台中的電腦 被搜索扣押 我的檔案裡面 有非常多的 彭文正 跟我之間的聯繫 以及彭文正 所有的檔案 資訊 被台中的地點屬 扣押 這意味著什麼 他們都想利用 某些人的案子 來 去了解 去刺探 郭貝宏到底 這一次的選舉 過程中 有什麼樣的情形 是他們可以想要透過 去扣押郭貝宏的電腦 然後去 查郭貝宏 就如同 去年 這個查扣我的電腦 要去了解 我跟 彭文正到底 訴訟策略 是什麼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 我願意幫助郭貝宏 因為 我有 深刻的體認 我就是 司法兩起 檢察官 把 自己當成打手 執政者的陰犬 來 起訴我的 冤案 迫害 我深刻了解 這些案子中 非法 撬門 跟環節 執政黨是怎麼樣去打壓一個 反對者 對執政者 的這種 反對 批評 跟 對抗 啊 不 呢 有 不 不 不 by bwd6